高雄有民眾目擊到了一台幽靈機車 沒有人騎在上頭 但車輛卻是直直的往前衝 後來才發現 原來騎士在前幾個路口發生了擦撞 人已經先摔下車 機車一次是油門卡住 才會繼續行駛 機車通過路口 但放慢動作看仔細 車上怎麼沒騎士 無人操控 機車卻直直往前 還突然轉上 逆撞紅車 紅車被撞偏移 在擦撞來車 駕駛驚魂未定下 看到機車沒主人更是疑惑 路過民眾也直呼離奇 又臨機車打哪來 原來機車騎士在前個路口發生碰撞 人從車上跌下來 剩下機車自己往前跑 油門吹下去後 放掉也回復 線比較老舊了 它吹下去之後 沒有辦法回復 油氣跟解流法的部分 它線上面會有一個橡皮 橡膠脫落的話 也會卡在油門 車行業者說 線路老化或是零件橡膠脫落 的確可能因為油門線卡住 出現無人機車自己跑的情況 不是幽靈現象 反而提醒車主 得注意保養 記者柯淳浩高雄報導